各位錦英姊妹好,今日跟大家分享最近,都是這一星期的, 經歷了神來一個很大的醫治, 說回我最近在學習如何處理生命裏的壞習慣, 在課堂上,老師教導我們時, 我突然想起一個習慣是我, 我完全忘記自己有這個習慣, 而其實這個習慣應該是在我小學之前的, 你見到我這麼年輕,你猜一下大約幾年, 怎知見到我就不以為意, 我覺得這個習慣又不是傷害人, 又不是做些甚麼,是一個很普通, 我覺得很小事,沒有想過去處理的, 但老師說那個壞習慣背後為何要處理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那件事你不做不行, 是一個引來的,那就要處理的, 我就去討告神了, 討告神的時候就發覺, 這件事雖然是一個很少的習慣, 但原來是不做不行的, 就是很簡單,這個習慣是甚麼呢, 我都不介意公開講的, 就是我很小的時候, 就一定要掩某一張被子, 就好像有些人一定要抱一個公仔, 或者抱一個枕頭睡那樣, 就一定要的, 如果沒有的話, 原來我是可能睡不著的, 就變了我覺得, 咦,是呀, 我突然想起, 咦,我可能真的要處理一下, 這是甚麼問題呢, 我繼續討告的時候, 原來背後的問題, 不是把被子那麼簡單, 說你不蓋那張被子行不行, 而是, 我去討告神給我處理的時候, 很好, 有牧師鼓勵, 我又問了一個姊妹, 就是給一些意見, 就說需要處理的, 可能有些深層的事, 這兩天是, 我就討告神, 神就讓我看到兩幅圖畫, 去回兩個都是小學前的情境, 一個情境就是, 一個很親的親人, 即我很倚靠的親人, 他有一幅圖畫, 當時他做了一件事, 即我在他面前, 當然我在那個情境當中, 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拿著把刀在那裡斬, 即不停在那裡斬, 那些空氣, 我當時不知發生甚麼事, 但原來我怕, 即我見到我自己一幅圖畫, 另外第二幅圖畫, 就是我見到我自己 在一個被傷害的情境裡面, 這兩幅圖畫見到之後, 我就明白了, 即明白要處理甚麼, 原來第一個就是, 要處理第一個恐懼的傷害, 第二就是另外一幅圖畫的傷害, 那一刻就討告, 求耶穌幫助我, 我就將這個重膽交給他, 那一刻我見到那個感覺, 耶穌陪著我去回那個情境, 在我看到, 那一幅圖畫我斬得很餓, 我很害怕那個小朋友那個時候, 那我見到那個情境之後, 我是見到一幅圖畫, 是我自己見不到的, 這就是我內心的感覺, 原來那幅圖畫是一個恐懼的樣子, 好像我以前曾經見過, 有人畫過這幅圖畫出來的, 那恐懼的樣子是說一個人, 他的樣子, 是看到他很恐懼的樣子, 被畫出來, 去形容他怎樣恐懼的, 那我就浮現了這幅圖畫在我眼中, 原來我的恐懼就是在那裡, 原來我因為恐懼, 所以我那時開始, 可能不自覺, 晚上睡覺找到那張被子, 因為我不懂得說, 或者不懂得找那個人聽, 我很害怕, 可能我做了這個動作, 就是去倚靠那張被子, 或者我不知道, 其實我都是不自覺的, 我自己亂想是有關的, 第二, 第一, 我知道原來我有一個恐懼, 我要處理, 第二, 就是圖畫是一個傷害的, 我都已經忘記了這幅圖畫, 但我不知為何, 我最近察覺我自己有關聯, 有一件事, 就是我每次閉上眼, 吵架也好, 或者一閉上眼, 睡覺也好, 總之我閉上眼, 原來這幅圖畫的其中一個片段, 它不斷彈出來, 但沒有人物角色, 已經不見了其中有什麼人, 事件, 所有的細節是沒有的, 但其中一片的片段就會有的, 我就馬上站到民主, 咦? 為什麼我每次閉上眼看到這件事? 我說, 有什麼事要處理, 你告訴我吧, 你教我怎麼做? 討告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幅圖畫彈出來, 就是全圖畫, 就是將整件事件, 看回知道是什麼事, 然後呢, 接著之後, 我就繼續討告, 耶穌又是陪著我, 去那個情境在那邊, 那我要很平安, 然後又可以見兩樣東西陸來, 第一圖畫的恐懼 我便見到鐵籠, 那個鐵籠是沒有門的, 鐵籠四方夯是面沒有門的, 開不了的, 那一刻我便害怕, 那我就問耶穌, 沒有門為何開不了, 鐵籠前無 life, 但誰知神會給我, 聖經理院好像寶羅在讚美神的時候 他就有天使為打開門走出去牢陸 我就突然看到那個鐵籠是有鐵閘 然後鐵閘鎖開了就打開了門 我就便走出來 然後不只是打開門走出來 而是那個鐵籠整個溶了 整個溶了 因為我們在堂那裡教了神 老師教過一道 他在我們處理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見到有人有一部鐵閘 整棟牆擋著 然後關了手 是很重的 他問我們 同學們大家發表意見 應該怎樣打開這扇門 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他說是聖靈的火 用了這扇門 這扇門不可以打開 這麼硬的鐵閘都可以打開 那一刻想起這句說話 然後我就見到鐵閘融了 整個溶了之後 然後變成一團水 便離開了我 然後整個人鬆了 很舒服 然後第二個情形 我便見到一支螺絲 一支鐵閘關了瘦 我的感覺便說很骯髒 關了瘦 我說主要幫你多潔症 然後還站好 頭主結整 然後然後便遺失了 圖文 那我之後就 整個人是很鬆的 那一下是放鬆了 平安 睡著了 很舒服 我便知道神是醫治我 以及釋放我 其後長話短說 所以不是平止了 因為我跟著立刻處理了一張皮 我就不要了,我即時不要,拿走了 那一晚,因為那一天這麼放鬆的狀態 我不需要一張被子,我就睡了一覺 到第二天,為什麼我可以,原來 你想想多長時間呢,這個習慣 但突然間那一刻我不需要,我就沒有了 到第二天,我又有些狀況,有些情緒的狀況 神又繼續帶領我,原來不僅是扔那張被子 原來我感情上都依賴那張被子 因為我和她真的很長時間,怎知道 我又去處理了那個感情上那個分割 不要再覺得是需要的,因為我丈夫 星期二前翻,因為她不在香港 變了這段時間我更加困難,因為自己 又不要張被子,各樣東西,你們明白 神就一直繼續,不單止是那一刻 然後這個星期,她繼續釋放我其他的恐懼 很特別的,我很怕蟑螂 那個龍,之前的經歷完了,我很怕蟑螂 有一天我起床,有一隻蟑螂,我完全不怕 我一刻拍扁了她,拍扁了她去扔 扔完之後,我去樓室清潔的時候 你見她還少少動,好像在掙扎一樣 接著我就綁上她,用膠袋綁著她 就綁上她,接著扔好像她死了 接著就竟然可以處理了她 我去那室告訴我女兒和老公 接著她們靜我,你很厲害 她知道我最怕什麼 不可能你一個人在家裡,你夠膽去處理這些東西 我就發覺,為何我突破了 為何我夠膽去處理這些東西 我覺得自己,那一刻,神很厲害 她不只醫治我,即是那個被子,那個恐懼 原來我有其他東西關聯的恐懼 相關都要處理 另外最後一個就是,她給我見一幅圖畫 應該是跟我,不只是成長相恨 成長相恨,最近都有處理 其實是一個熟靈生命的成長相恨 原來我在當中,我曾經,我分享過 我兩次成長相恨,都會經歷過地獄 即是那些景象,那個恐懼感 主要幫我處理,我見到在我腦海裡 有一團紅色的線,是很亂的,全部是紅色的 那她告訴我紅色是為甚麼呢 紅色就是你經常都受到那些控訴 即是別人,那些老師改東西 是會用紅筆來改,即是說你甚麼不對啊 你甚麼不對啊,不停騙你,騙你 即是說你這件事做得不好,那件事做得不好 那我在那個經歷裏面的恐懼就是這一堆東西 所以原來我表演這些東西出來 即是我可能有不自覺對任 我都會有這個,你甚麼不對啊,你甚麼不對啊 就是我對,就是我的道理,你不對就是不行 很難去遙處人,很難去看信任 很難去怎樣用神的愛去連銀他 但原來神就和我清了那些舊東西 即是讓我很奇妙,在地鐵突然帶了一些經歷給我 讓我,不知為何對著一些不可愛或傷害的人 突然我可以連銀他 我不知道在哪裏來的力量 總之我平時不會定 即是我第一件事就定他對不對 你做得不對啊,當然你不應該這樣 我會這樣的,即是第一彈出來的 是這樣的觀念 但那刻我竟然是為了祈禱 我竟然為了祈禱 我跟神說,其實他很慘 即是他這樣做,我知道他背後應該都辛苦 然後我說,我也很慘,我也知道自己很慘 即是他傷害我,我也很慘 但我都明白,我就會覺得 我有力量去為祈禱 即是起碼不要定他最先 即是這個是我簡單最近的一些經歷 還有最後時間,為何我會出來說呢 最初我是不想說 我是想著,只是分享大人錄影 但為何我錄影呢,就是因為 因為我,即是我覺得有一個羞恥感 那兩件事,大人出來給我一個感覺 我就覺得我不想公開說 但後來,神就醫治我這個羞恥感 他給我覺得,去分享他在我生命裏做的事 是榮耀的,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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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自己說 在神裏面自我形象強 就會不受這些影響 為何要捉住被子呢 因為自我形象不強 覺得自己不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面就是… 建立在神裏面和神的關係 自己的健康自我形象 另一方面就是處理所有垃圾 大家聽完會覺得 有很多微細的可能都沒有留意到 你留意到的時候,你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會幫助你 是… 又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